你说 我聪明已逝 却解不开 儿子们相争这道题 我懂这个林儿 可我就是解决不了 权高威壮之家 他少不了骨肉相残 兄弟相争 可我就是想避免 本来 两兄弟相争 已经是麻烦 可如今 三个儿子都被卷进去 你不想避免 前世因果 今世轮回 没想到 当年我和六弟相争 如今却抱拥在我三个儿子身上 我和三个儿子身上 高公子这次过府 兰姑娘有案子在身 不能亲自来 秦桑以茶代酒 谢过高公子 夫人不必客气 我爹也是奉大帅之命办案 三公子竟然自有天相 夫人不必忧心 还请多保重身子 能不忧心吗 兰婆每每遭遇事端 我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但凡有一点办法 我也不会这样无助了 看在夫人这份情意上 三公子也一定会没事的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真是老天有眼了 我跟兰婆错过了太多 可是想要补偿回来的时候 却遭遇了这样的事端 也不知道兰婆 这次能不能像上两回一样 躲过去 一定会的 知山那么凶险 三公子都能逢羞化吉 这次也一定能行 高公子 你以为这次 还像上两次那么简单吗 兰婆以前每每遇险 经历的都是事 可是这一次 他经历的是人 人心破座 你放心吧 我爹一定会秉公而断的 高渡君公正连接 要不然我父亲也不会请他过来的 可是 剩下两位 我就不敢保证了 你不要担心 就算我父亲不在 还有大上也呢 事情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呢 也不知道这案子审到哪儿了 你知道什么消息吗 听说潘副官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 二少爷起初怀疑潘副官 觉得潘副官不可能制服宋副官 两个人鄙视一番后 现在心服口服 所以 有了潘副官的证词 三少爷一定会没事的 二哥相信潘副官的话了 相信了 不过昨天还发生了一件事 大少爷听了整个案情之后 晕倒了 晕倒了 让我参与审案 我是振心想帮你 可是我怎么才能参与进此案 参与此案的 都是一些元老级的主席都君呢 可不可能 我来想办法 我就问你 你答不答应 你对我的要求 我什么时候没答应过 可是月灵 这次 可能有一些危险 找我什么事 二嫂 蓝破和二哥还关在牢里 我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 二嫂 父亲已经指派了高都君和张主席 审理此案 这事 用不着你我操心 若真是断个是非 论个输赢 我也就不用那么操心了 可是这件事 没有那么简单 谁要是输的话 谁就有可能会死 什么 我轻而听说的 二嫂 他们是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你忍心看着他们去送死吗 你让我怎么帮你 蓝破赢了 芸汐的性命怎么办 你让我做寡妇吗 我们可以找玉玲 她在外洋学法律 现在是律师 我让她想个两全的方法 你想让她参与此案 她是你那边的人 我为什么要信 更何况 就算她再有经验 父亲也不会让她参与此案的 这一案的结果 不在于真相如何 你明白了吗 嫂儿 现在怎么办 没关系 我还有一个人 你回去吧 大哥 实话告诉你 这个忙 我不帮 大哥 大哥是长兄 你就忍心看着他们两兄弟 斗来斗去的吗 对 我就是想看看老二和老三 到底斗出个什么结果 蓝婆母亲走后 家里属大哥最疼的 可他现在接连遇害 大哥你就不管不顾吗 三妹你不用多说了 如今这个局面 我是真想看看到最后是个什么结果 如果是老二干的 如果是老二干的 我第一个容不下他 可如果是老三想用此事来陷害老二 我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 谁是谁非 就等高都军他们最后定夺吧 芊儿 送客 大哥 送客 妹妹 走吧 走了吗 走了 最近家里乱成了这个样子 我是真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 要除了父亲 我不见任何人 知道了 高公子 请喝茶 好 谢谢 小姐来了 三夫人 请坐 吃过晚饭了吗 刚刚用过 请喝茶 谢谢 不知道高公子这么晚过来 有什么事情吗 我听说你今天各个屋子都跑了一趟 带着邓小姐 你是不是想让邓小姐参与这个案子 在芝山上 高公子与玉林也没有说过几句话 你怎么知道我要带他过来的 现在这光景 你跟我多说几句话 就把我绕到案子上去了 我知道你心里每天想的都是三少爷的事 你不是带着他来审案子的 难道还是带他逛街的啊 与玉林 在外洋留学的时候学过法律 我想让他参与审案 我有一个主意 这个案子是你公公 委派给我爹和张主席他们私审的 邓小姐是你的人 就算你说他再公正 毕竟添了一个人 对二少爷也是不公平的 不如这样 让我爹给你推荐几个人吧 高公子好大的面子 可是我跟玉玲情同姐妹 其他人就不必了 你不认识 回来了 没听见我叫你吗 父亲叫我 怎么你这出去一趟 回来就跟丢了魂似的 是不是在外边 给我惹什么麻烦 闯什么祸了 我能闯什么祸呀 还说没闯祸 看你这个六神无主的样子 说 怎么回事 我就是看三少奶奶 为三少的事奔走无助 想帮帮三少奶奶 结果 他一听我说 找副帅推荐几个 信得过的人 帮帮三少 就急了 一口回绝了我 幸好三少奶奶拒绝了你 你这脑子真是缺根弦啊你 怎么了 你想想 我是奉大帅之命审这个案子 现在 若我再托人插手 这大帅该如何作响 所以 这三少奶奶 真是救了你这傻孩子一条命啊 这高公子吧 也是想帮助你 三少刚才为何那样对他 他说得对 要是玉林参与进来 反而有碍公平 我不光会得罪二哥 还会得罪父亲 大哥 二嫂 高公子也是好心 却险险酿成大作 把其他人也牵扯进来 这要是公公知道了 还不撤他的职 我们想要高渡君继续帮我 那就要保住他的位置 案子已经审到这儿了 不管宋副官 是否跟二少有关 他本人 确实往马耳朵里放了虫子 致使马精 这一点毫无疑问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审 三少 我想问你 既然你们当时 已经抓到了宋副官 为什么还要让他 有机会自杀 而不是把他留作证人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 没有说 杀我的人 不仅仅是宋副官 还有另一个刺客 这个刺客见宋副官杀我不能 便马上进行了 第二轮刺杀 还要灭宋副官的口 宋副官见自己被主子抛弃 了无生去 自行两断 当时为什么不阻止他 整个府衍军都知道 宋副官是我二哥的心腹 也只有我二哥 可以使得动宋副官 我怕把此人押回来之后 有人会借机认为 我借这件事情 想要陷害我二哥 我只是想把大事划小 我之前问过你 老宋去哪儿了 为什么要骗我 二哥 你要我怎么说 难道我要告诉你 宋副官死前说对不起二公子 他老宋无能 没能杀了我这个兔崽子吗 这么说 这么说 宋副官自杀 也是为了保全两位公子之间的情分 保兄弟之情 那么现在 事情就更复杂了 直接弄了个死无对证 事宋副官 你还要公平断案 你还要公平断案 万不可颤杂了个人感情 二公子 我想问你 你和宋副官 又是什么关系 老宋是我亲卫队的副官 当年 他重伤 军医不敢给他医治 是我亲自派人 用枪顶着军医的脑袋 给他做的手术 后来在战场上 老宋替我打过子弹 救过我的命 我们俩 算是过了命的兄弟 这么说 能使动宋副官的 也只有二公子 此话不假 老宋性子硬 谁的话都不听 这夫君上下 只有我能用得了的 恐怕连父亲都不行 可是高度居 我为什么要杀老三 我杀老三的动机 又何在意 为了争夺权位 争夺权位 如今整个江左的兵权 都在我一连肾的手里 谈何重点 好吧 今天就先审到这儿 二位公子也累了 先回去休息吧 好 这案子 实在是审不清啊 这二公子和三公子 谁都说得头头是道 谁都有理 你说 这案子让我怎么审 大帅要真想审案 这案子 审得清 也审不清啊 怎么讲 不管什么时代 只要继承权 只有一个 继承权之争 就无可避免 在兄弟间发生 你说 大帅为何 要我们处理家里的事务 为什么 二公子和三公子 这个案子 就是个无头案 大帅会不知道吗 所以呢 大帅 我看高都军 是陷入了这案子 表面的假象中 我们就 把这案子撇开 只看一件事 什么事 大帅要我们审案这件事 如果这案子的真相 不是目的 那他让我们审的目的是什么 罪翁之意不再久啊 就在势力分配 就看你高都军 支持谁 谁就是真相 兰坡真是的 当初就说要把宋副官 押回服援在身 可兰坡偏不听 要是他当时听的话 也不会有现在这个案子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 就算没有现在这个案子 也还会有其他的案子 一山不容二虎 他们总是要找到一个方式 来一决高下 兄弟争权 又在这种军阀施加 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你呀 就是心被魔争了 一心惦念着你的三公子 所以才会绕不开 高佩德的输赢执念 你的意思是 高佩德 审的不是这个案子 老话说得好啊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其实这个案子 根本就不是高佩德 他们在审 而是大帅 大帅审案 审的也不是案子 而是人 能明白吗 对呀 爹 您看谁来了 这吴氏不登三宝殿哪 这么晚了 三嫂奶奶来找高某 不会是来喝茶的吧 不会是来喝茶的吧 当然不是 秦桑这次过来 是想求高都军 在这个案子上偏个心 三少奶奶 你可知道 大帅为什么要将 他们兄弟之间的案子 让我来审吗 因为高都军办案 从不邀功情赏 踏踏实实 所以 若是错在三少 那我注定 不能帮你赢这桩案子 我知道 既然知道 那你还让我在这案子中偏心 我来找您 不是求您让他赢的 而是求您 让他输 什么 三少奶奶可知道 这件案子谁输 谁就得死啊 我知道 高公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兰坡他就会一直被关押下去 他是再也出不来了 那您这么做 是不是也太顺考虑了 这可是决定 三少爷生死的大事 实则生辩 就这样吧 夫人你要想清楚啊 这可不是小事 事关 三少的生死啊 就因如此 我才来找高都军 做个顺水人情 就算这个案子 被认定兰坡所为 要一命长一命 会由谁 来做这个决定呢 当然是我的公公 除了他 谁还有胆量决定他的生死呢 可是大帅已经说了 输者必伤 实不相瞒 这也是我劝大帅 这么做出的决定 二公子跟三公子 都是人中俊计 若是让输者还活着的话 我这个案子的主审官 又会死在谁的手里啊 我求高都军 去劝劝公公 留澜坡一命 至于你和高公子 我可以带兰坡发誓 今生今世 只记得您的救命之恩 若有半点报复之心 我沁丧 和易莲凯 都不得好死 夫人 严重了 严重了 只要判定三少爷有罪 那他在江左的前程 可就都毁了 其他的人都不会容他 不是不能容 是不敢容啊 大帅会将他放逐 永不录用 三少爷是个 胸有大志的人 若是让他过这种 毫无盼头的日子 恐怕他会醉生梦死 到时候 只怕三少爷他 怕什么呀 三少爷他经营伤道 就算离开江左 也可以一时无忧啊 再说 你懂什么呀 三少爷在江左 做什么都可以 那是因为他姓易 可是出了江左 他姓易 就是个祸害 我是易莲凯的妻子 我有资格决定 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葬送他前程 和生命的人 也只能是我 没想到 经理 开门 是 Estados Nein 高渡君 乃主审官 何必来看我一个阶下囚 这个案子 我已经想好了最后的结果 还望二少日后多多关照啊 日后 高渡君就不怕日后 老三能翻了身 既然我已经有了选择 就绝对不会再给三少 任何翻身的机会 还请少帅放心 我现在替兰婆做了这个决定 也不知道这次会赢 还是会输 你在意的从来都不是输赢 而是他的生死 我记得当年 你决定离家私奔的时候 你的眼中散发出那种 被自由点亮的光彩 我就是被你那种自信给打败了 我就把家里所有的首饰都拿出来 给你做路费 你看看你现在 就像是被人抽走了灵魂 只剩下躯壳 我看你是真的陷下去了 你爱上了一连侃 比谁都爱 自从那次开始 我就再也不敢拥有 因为那样就不会害怕失去 可是现在 我已经习惯拥有了 他的嚣张 霸道 专横 甚至是孩子气 我都喜欢 我想让他依赖我 离不开我 哪怕 因为这个决定而憎恨我 我只愿意他真实 毫不掩饰地面对我 真好 我的桑儿 终于摆脱你母亲对你的诅咒 开始坦诚地面对你的心 我现在要是飞蛾 也就是愿意为了他扑火了 你现在很勇敢 你敢为你自己心爱的人做决定 为他着想 哪怕是输 你也不后悔 以前的桑儿又回来了 我对他的爱 已经更深低估 再也拔不出来了 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他 我怕他会死 害怕到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要去见他 我现在就要去见他 这么晚了 你来干吗 我放心不下你 我想见你 对不起 怎么突然说对不起啊 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我受不了这样日复一日地等下去了 我们再读一次 这一次读的 是你的命 秦桑 都市一定有输赢的 可是我清醒的是 我的生死在你手中 我怕你会因为我的任性万维而死掉 我害怕你有命 怎么办 怎么办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快回去吧 我不回去 听话 回去好好休息 只要有一些生机 就离开江苏 就离开江苏 我们离开 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重新活着 不是我们 是你 为什么 为什么 坐 只有你离开这儿 我才能在江左大干一场 我是保证大帅不会杀你 可是二哥那边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还有 宋副官的那帮同僚们 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如果父亲未凭中奴要杀我的话 你就去明洪玉那里 把我娘的织锦带到我爹面前 烧掉 不要 要走我们一起走 你不要再扔下我一个人 如果父亲要软禁我的话 你还是要去明洪玉那里 把我娘的织锦带走 我不想让他一个人留在那个宅子里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们不会有事的 我去求大哥 求二哥 求二嫂 我去求他们放过我们 让我们活着离开江泽 让我们活着离开江泽 别傻了 我只希望你能离开这里 去一个一家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那样我才放心 你要做什么 算一笔账 我娘留下的账 你就不能放下吗 你就不能放下吗 师父生前对我寄予厚望 我还未曾施展 尽此一搏 死而无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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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在去 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这是什么 哪儿 才能俺们 被人虔子 你儿子 王剑的电灯 看来高佩德 已经认定老二是我的继承人 三弟 是不会为自己辩解的 你去准备一下 今天晚上 咱们动身去芝山 可是现在案件还没有最终定论 就这样离开 审判的结果就会落实 若真是判了抵命死罪 那三弟可就真的没命了 父亲 输者必死 这不过是我的一句口头承诺 我倒想看看 他们谁敢给老三治罪处刑 那既然这样 我去为父亲准备人吗 这一次你陪我去 可是我这行动不便呢 父亲 姜左是咱们一家的 你又哪里走不到 至于那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眼里面 就看到那么一点点的地方 他们要闹 就由他们闹 我已经约了慕容辰和李重年 一起去枝山 但这天下布局 也该有个决断 还有关闭 我还是去的 今天要是有什么想法 千儿 你怎么了 我没事 眼睛里进了点东西 这些事情 让下人们做就好了 来 让我看看 眼睛里进的什么呀 你的眼睛 可千万不能发炎了 那样的话 我就喝不到 你给我煮的汤了 你又抖我 这么多年 你都没离开过府园 这次要去这么久 我真的很担心 担心什么呀 我又不是一个人去 可是要坐火车啊 别胡思乱想了 一路之上 有很多的保镖和士兵的 别担心 你要不然带我一起去吧 让我能照顾你 那怎么行呢 现在一家需要我 同时也需要你 我们两个都不能退缩 人证物证当事人笔录 一应俱全都在这儿 两位公子 还有什么 要为自己辩解的吗 好 选吧 关于宋文强副官被杀一事 易连凯为逃脱罪责 嫁祸给易连胜 行为恶劣 手段卑鄙 现在我宣布 易连凯杀人罪名成立 易连胜无罪 等一下 这个结果 我不认同 这是经过大家仔细认真调查 取证之后得出的结果 你已经无罪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 易连凯 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 我认罪 你认个屁 你还没告诉我 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宋府官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难道你怀疑我们的调查取证吗 我要的不是结果 而是原由 二少爷 你也不必这般生气 这么多年 三少爷忙于应酬与交际 对部队里的事 一概不知 所以才会贸然做出这种事 事情的结果 我们会汇报给大帅 最终承治手段 也会由大帅 不可以承报大帅 因为事情缘由 我还要继续追查 当初认定我杀人的是二哥 现在我认罪了 不满意的还是二哥 二哥 二哥 你给弟弟一条活路吧 虽然你嘴上认了罪 但我知道 你心里一定不服 而我 就必须让你心服口服 该认的罪 认了 该还的债 也得还 二哥 我之所以认罪 是不想让叔伯们看到 你我兄弟二人相争 可是没想到 我二哥的定力还是那么差 老三 你知不知道 你认罪的后果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二哥 这罪我认定了 这罪我认罪 都撒了吧 换彩生辉啊 潘先生 你对织井也有研究吗 不敢谈研究 只是这织井的手法 远看话语不凡 竟看更秀意绝妙 织井的人把西洋 油画的色彩和力道 融进了中国编织 这种手法费神费时 最关键的是 一直心静如水 才能指尖有灵 素人看起来 不过是一副 普通的织井 潘先生却能自自助击 也不知道三少爷 在被告席上 有没有这样的口才 敏小姐真是通天了 上午刚宣布 三公子有罪 您下午就收到了消息 我和三少爷心意相通 不管他在什么地方 他只要受到半点委屈 我都能感同身受 说潘某愚钝 请敏小姐指定 潘先生 你是不是要转头阵营 这件事 就算是汇报给大帅 也是一样让他痛心 手心手背都是肉 能怎么样 他就仗着自己 是大帅的小儿子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今天 是宋副官让他不高兴 杀掉 明天是李副官 让他不慎言 是不是也得杀掉 被定了罪 还耍无赖 还好 他这种喜怒无常 深沉狠毒的个性 发现得早 大帅处理得及时 如果不是 我们这些人哪 很危险哪 二少爷一直身在军中 对部下有特殊感情 这次他这么生气 也在情理之中 三少爷一直留恋在风月场所 一向任性骄躁 这次一失手 注下大错 无可救药了 你们看看 他还一副厚颜无耻 无所顾忌的模样 行了 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这桩案子中间 有什么玄机 你们俩心里比谁都清楚 又何必在这儿 唇枪射战的 抄这些没用的东西 大帅是不愿意看见 他这两个亲生儿子 兄弟相残 所以才请咱们出来作证 如今这案子审成这样 后果是什么 也不是咱们三个 能说了算的 Marching 这网子宝宝也温暴 大帅怎么说 如何处置三少 大帅昨天晚上 已经动身去了芝山 他说接下来的事情 交给高度军全权定夺 什么呀 这个时候去芝山 现在 我们只有找大少爷 做最后的定夺了 大少爷也随老爷 一起去了芝山